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來這個 Gorn 你開麥 OK 可以聽得見嗎 可以 來 Gorn 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是現在24歲 然後現在在香港 對 你是香港人嗎 我其實老家是福州 老家在福州 老家福州 現在在香港工作對不對 現在還在上學 然後馬上就要開始工作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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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Gorn 您是這方面的專業嗎 能源方面呢 對 我其實是算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然後所以對環境 Environmental 什麼東西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就是健康還有安全方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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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那您說 然後今天的主題是碳中和嘛 首先呢 我就先給出我的一個結論就是 要讓全人類達到碳中和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好 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 對 因為你 那就是說那個 中國的承諾會跳票了 中國 美國都跳票了 照你這樣講法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從全人類的角度來說 可能對於發展的稍微好一點的國家 可能他們有辦法做到碳中和 但是對於那些落後一點的或者發展中國家 根本無法做到 對 包括在2050年 我覺得可能在未來100年內 都不會達到碳中和的一個情況 嗯 嗯 你說全世界的碳中和 對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你想碳中和 它其實就是一個 能源利用形式的一個轉變 對吧 你想想看 人類從 剛開始用處理 用牲畜 到最後 到後來用蒸氣機 到現在用內燃機 它經歷了多長的一個歷史過程 嗯 而且即使在現在仍然有地方在用 在用一些生畜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 在消滅到最後一頭耕牛 或者消滅到最後一家馬車之前 人類不可能達到碳中和了 而且 其實現在每年啊 都有510億噸 510億噸的溫氏氣體 排到這個我們地球當中去 嗯 很多人就想說 哎呀我所謂排球盤 反正地球這麼大對吧 嗯 但是 其實比爾蓋什 在今年剛出了一本 就是關於 關於氣候方面的一個科普的書記 他就 裡面有一個比喻 就是說地球其實就像一個浴缸 地球像一個浴缸 對對對 就像一個浴缸啊 嗯 雖然這個溫氏氣體啊 像一個就是小水流啊 嗯 每年每年都增加一點點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對 但是這個浴缸最後總會被裝滿 總有裝滿的那一天 是 水肯定會漫出來 是 其實 其實這個浴缸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個環境容量的概念 按我們 按文的話來說 就是一個環境容量的概念 就是capacity 對吧 capacity 對 對 對 它總有一個上限在那邊 一旦你超過這個上限 就會產生一個災難 嗯 那麼這個浴缸水滿出來 最先淹沒的 你覺得是哪些人 肯定是那些貧窮的人 就是那些風險承受能力最低的人 那些海島國家 對 而且包括你像全球氣溫升高 你想想看就會導致一些氣象變化 氣象變化就會更活躍嘛 對 更容易出現極端天氣嘛 嗯 你看一旦出現乾旱天氣 不要說海島國家 像 就像台灣這樣沒有戰略重生的國家 風險承受能力很低吧 幾個小鬼庫馬上就全部乾掉了 嗯 而且包括一些小農啊 它可能只有一兩畝耕地 嗯 一旦有乾旱或者冰雹 今年收不到糧食 它一人口糧就沒有了 只能出去買 要花自己的機率去買 嗯 或者說一些基礎建設比較差的一些山區 沒有比較好的一些那種 下水的設施 嗯 一旦發生洪浪 整個家可能就被淹掉了 或者說一些瓶瓶住的那些棚子 直接被撞走了 直接就變成無家可貴的人 嗯 所以就像我之前說的 其實 人類啊 它不是想大發持這些保護地球 而是這個浴缸裡面的水滿出來啊 它最先淹死的就是自己 人類自己 所以 而且是先死窮人啊 就是很容易 對啊 對啊 其實就是那些風險承受能力很低的人 他們最先 最先受到影響 嗯 所以現在提出來這個碳中和 其實就不要 不要把這個水龍頭為關掉 嗯 但是這個水龍頭啊 每年流出來510億噸的溫室氣息 雖然說對於地球可能 可能是很小的 但是對於人類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量 怎麼關掉這個510億噸這個溫室氣息 你想想看 2020年 嗯 就是這個 新冠疫情非常嚴重 如此嚴重的一個災難 全球的經濟可能衰退大概有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嗯 也可以猜猜看 去年 2020年 碳白放減少了多少 去年應該 照理講應該至少減少 有減少嗎 減少了 10%有沒有 沒有 2020年 關停了那麼多的工廠 倒閉了那麼多的公司 最後碳白放只減少了百分之七 你想想看 要從 要從510億噸到零 也就是說 把這個七改成百分之百 人類要面臨多大多大的一個 那可能疫情要多多跑個幾年 就是這樣 就真的 真的沒有人類才行 照這樣看吧 你想想看 就算新冠疫情50年 你把你把百分之七成一個數字 他都不可能達到碳中和了 他都不可能達到碳中和了 所以你想想看這個任務有多兼具 而且不光是任務兼具 零排放對於很多紀德利益者 他有傷害 你像美國 他不是不見高鐵嗎 他說自己有飛機 對啊 你讓他飛機不要飛了 還有他的煤炭業者 對啊 你想想看他去年 川普花了多少錢就救波音 波音有可能造出一個用電的飛機嗎 還不行 對啊 用電的飛機有可能嗎 對還不行 而且 光是這個交通 在這個水龍頭裡面流出來510億噸 只占到14% 也就是說 就算 飛機全部變成電了 車全部變成電了 也只關掉了14%的水龍頭 而且在這個發電 發電在這個510億噸 只占到27% 最關鍵的就是生產製造方面 占到了31% 最重要是生產製造 對 比發電 比那些交通 我們平常認識到交通發電要重要的多 平常可能大家就覺得我用了新能源車 我可能全國都用了可代生能源 可能我們就能打探中和 不是這樣的 包括這些鋼鐵生產 包括那些製造 比如說水泥 他都要用一些更新的技術來去製造 他們所需要的一個產物 對 所以說 這其實就是一個綠色溢價的一個概念 嗯 他跟那些 嗯 包括從蒸汽機到內藍機 他的那個過程是不一樣的 嗯 我們人類必須要接受這個綠色溢價 來去達到 你所謂 不好意思 你所謂綠色溢價是什麼 綠色 然後哪個 哪個 哪個價 溢就是溢出的溢 GREEN PREMIUM GREEN PREMIUM 綠色溢價 對 他不是一個利益驅動的一個轉變 而是說 我們要承擔額外的代價 來去完成這個 所謂的碳減排或者碳中和 嗯 你像 可能我們 為了達到一個綠色的目標 我們可能就要 多花可能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代價去 去利用一個新的技術來生產我們的 鐵 鋼鐵或者水銀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任務對於 不用說那些次發達國家 不用說那些可能發展中國家 包括美國在內 可能他都很難達到一個碳中和的標準 對我覺得是這樣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至少對於中國跟美國來講 他們自己達到了自己的承諾 但只是他們把產業往外移了嗎 就是 排碳的產業就變到其他國家 但全球 全球沒有達到碳中和 他自己達到自己的碳中和的promise 是啊 所以我覺得台灣有很遺憾的原因就是 它目前就 它依賴了這個 台積電 它其實就是一個高耗能的產業 對 而且你看 台灣到現在 它講了非核家園 它 說綠能要達到百分之二十 如果要達到碳中和 可能就要達到百分之百 我覺得這對於台灣可能 可能是很難實踐的一個目標 不可能 不可能 以目前的這個民進黨的這個政策 不可能 只會說碳更多 沒有碳中和 是 包括我之前在大陸也有參加過 在一個新能源的光伏公司裡面工作過 其實我覺得大陸目前來說 碳減排 碳中和其實還是一個剛起步的階段 包括我現在也在做 大陸相關的一個碳中和的一個行業 其實它還是一個比較初步的階段 現在主要還是一些環保概念股在做一些炒作 根本還沒有進入到實質的一個規劃 可能在國家層面上有進行規劃 但是在底下的產業 產業轉型跟產業規劃上 其實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包括像之前光伏產業 它可能在2017年之前有些股貼 但是2020年 2018年它取消掉了 然後2020年它為了這個新冠疫情 它又重新進行的股貼 然後到2020年它又取消了 所以這個政策可能 稍微吸改它不但做的一個 不但做的一些條件 其實整個的碳中和的這個目標 其實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 碳中和它更像是一個怎麼說理想吧 宣誓而已 對 照你這種講法 那中國它宣誓2060年達到碳中和 至少這個習近平它在新聞稿裡面都已經名列出來了 鹽必形形必果 那你照你這種講法 那達不到啊 我覺得中國如果 如果來說它實行了一個全面的一個技術改革 或者說能源政策的一個改變 我覺得還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知道在中國可能推行政策 其實主力沒有可能沒有像美國或者台灣這麼大 因為它可能涉及到一些自己的利益等 你像比如說航空公司 對吧 你如果要讓這些飛機不要回 它選票就投不到你身上 所以我覺得在中國可能 碳中和可能是一個可以體積的目標 但是對於全世界來說我持一個悲觀的態度 好 了解 好 那謝謝你喔 GORN 謝謝你的今天的這個分享 行 謝謝結婚 很棒很棒 好 謝謝你 好的好的 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來 這個也是加入我們的那個民間專家智庫的一個成員 GORN 他是在那個環保的領域的一個專家 好來我來接下一位